那上一節課 我們不是要得到這十字嗎 還記得 然後我們說 我有跟你證明 就上一節課 我們最後得到這十字 還記得我們這怎麼證明的 記得 這一項是從耶路平方來的 就這一項 另外這一項是從這來的 那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是這 你在看前面 我們星期二上課導的那個 所以 這一項你得到這 這一項得到這 這M 那這一項呢 得到M 那這可以寫成這樣子 我們可以寫成這個形式 那你用相同方法 用相同方法 你可以得到這 用相同方法 可以得到這 在開根後 在開根後 就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這樣會 那你們把這個註明一下 這兩個式子 我們現在在討論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要得到那個M的值 那我們現在這樣做 我們來看這個算符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向 一個是直接 一個是這個 我們把這個算符把它移到周邊去 變成這個 就是把這個 就是把這個 這邊搬到這邊 是它的和命性的Jones 我們負的對不對 那負的呢 它的和命性的Jones 他們互相是怎麼樣 是和命性的Jones 所以這個變成什麼 是不是 所以這個結論告訴我們什麼 這個函數跟 是這個函數的什麼 這跟這個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所以是這個函數 成像它的共二負數 永遠怎麼樣 永遠大於等於0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告訴我們 這個積分 這積分是永遠大於等於0的 那我們再從這算符 我們以前我們曾經證明過 好我們在前面已經打過這次 你們再複習一下就知道 好那當然知道 正符 底下就符正嘛 對不對 那對應這邊正符 等一下 對不起 對 這樣沒有錯 好 那我們把這個 把這個帶到這邊來 把這個帶到這邊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什麼呢 再得到 L平方 減掉 是不是 好我們把這個帶到 那我們看 我們前面 這是 這是它的 這是這些 operator eigen function 嘛 所以我們就得到 然後我們 這是常數嘛 對不對 這是數目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這個數目怎麼樣 你拿到前面去 所以我們就得到 H bar 平方 L 減掉 OK 有沒有問題 那這cosm什麼 這是要大的等於0 對不對 那這是 這是多少 這是規劃 所以這是多少 這是1 對不對 所以 那這下要大 要大一等於0 對不對 OK 那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告訴我們什麼 這邊有兩種情形嘛 這邊有兩種情形 我們先把它分成兩種情形來討論 OK 還要吵嗎 我把它寫在這邊好了 OK 我就把答案寫在這邊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問題 我們再回到這個問題 OK 這邊有兩種情形 對不對 一種情形就是說 這告訴我們說 這個 是不是 我把它 我把它右邊 右邊把它寫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有兩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 好 你先說 L 乘上L加1 大於 等於 這兩個都要滿足的 OK 也叫做M M跟L的關係要滿足這兩個式子 這樣會嗎 上面這次我們可以改寫成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可以改寫成這樣子 我們來看這兩個結論 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底下這個好了 如果M大於0 如果M大於0對不對 這個式子告訴我們說M必須要怎麼樣 你必須要這個 你必須要左邊跟右邊 一樣的結構 所以這邊如果告訴我們M大於0的話 要滿足這個式子的話 M必須要怎麼樣 M必須要小微等於L 有問題 好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M必須要小微等於L 那我們再看 我們再看上面這個式子 這個跟這個跟左邊那個 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如果M'是正的 M'是正的 那告訴我們M'必須要怎麼樣 跟這一樣 小微等於L 對不對 如果M'是正的 你要 這是完全一樣的 告訴我們M'必須要小微等於L 那這告訴我們 對不起 那倒過來呢 但我們要的是M啦 表示M必須要怎麼樣 M要大於等於L 對不起 負L 因為M'是負的M 對不對 所以你插個負號 所以變成是M要大於負L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把這兩個結論 把這兩個情形 把它合併在一起 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M'必須多少 告訴我們說 M的值 必須在正L跟負L之間 我們把一跟二兩種情形合併起來 告訴我們 M必須在它的 如果正的話是小於L 負的話是怎麼樣 是大於負L 對 大於負L 所以它是在哪裡 在負L跟L之間 那這部有沒問題 那我們再 我們再 我們再 我們再複習一下 我們在什麼情況下 得到這個結論的 我們是根據這邊的 這邊推導 我們根據這邊的推導 得到那個結論的 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邊 用到哪些公司 用到哪個公司 用到這個公司 用到這個 我們從這個公司 從這個關係室 我們得到那個結論 我再講一次 從這個關係室 從這個關係室 我們得到左邊那個結論 那我們再問你 我們再回憶一下 在什麼條件下 我們得到這個關係室 我們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 在是什麼情況下得到了 你們再稍微回憶一下 在什麼 什麼情況下得到這個 都放掉了 我把它寫在這邊 我把那整個程序 我把整個程序 再從誰吃了 這個呢 得到什麼樣 得到什麼事 得到右邊那個 想看到沒有 我們 我再把我們所討論過 我們把它綜合 我把它怎麼樣 把它綜合下來 我們先有這個 commitation relation 對不對 從這個commitation relation 我們得到 這是怎麼樣 得到腳重量分量的 commitation relation 從腳重量分量的 commitation relation 我們得到這個關係室 教會了嗎 從這個關係室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不只這個結論 還有這個 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我就不寫了 就不寫了 還有其他我們還有其他很多關係室 對不對 這等等 那我就不寫了 所以基本前提是哪個 最基本前提是這 從這得到這 這個 這個在得到怎麼樣 得到我們前面導出來的 很多怎麼樣 很多commitation relation 那從之後我們得到 得到這個 得到這個關係室 跟怎麼樣 跟這個關係室 這樣會了嗎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有兩個結論 從 從這一組 commitation relation 我們得到的結論 第一個 第一個 L加 作用到Lm 變成怎麼樣 M加1 就上升一單位 這是下降一單位 一個是上升 一個是下降的 這樣會了嗎 那這些結論 這個 這個還有怎麼樣 還有這個 這個結論都從哪裡來的 都是從這來的 所以這裡為什麼我跟你們強調 就是說 這些commitation relation 的重要性在這裡 這樣清楚嗎 那這是 這L是 我們叫軌道角動量 我這樣寫 軌道角動量 我們是從這個前提做出發點的 那因為它是 XY 跟P的怎麼樣 跟P的組合 以後 以後我們就把這個結論 把這個結論 延伸到 我上次有寫 我們就把這些 延伸到怎麼樣 延伸到所有角動量 這樣會了嗎 我們就把這個結論 延伸到所有角動量 包括電子的自選 我們下學期 我們下學期 就會談到電子自選 電子自選 就沒有這東西了 這樣清楚嗎 電子自選沒有這東西 但我們直接從這裡 就出發點 這要講意思 那以後所有的角動量 都怎麼樣 都具有怎麼樣 我們把這引伸到 所有的角動量 都滿足這個commitation relation 那如果滿足這個commitation 就得到什麼結論 我們有這個commitation relation 就得到什麼結論 有兩個很重要的結論 一個是怎麼樣 這 這 還有怎麼樣 還有這 這樣會了嗎 因為我們在推導這些結論的時候 所以我們只根據哪裡 只針對這個commitation relation來的 那以後 當以後我們下學期 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會再跟你們怎麼樣 再跟你們提醒一次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下一個 我們只是說 它小於等於L 但至於它的最大值是多少 我們還沒有定 因為小於等於 小於等於有包括什麼 包括小於的嘛 不一定要等於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看 M的 我們知道它有個上限 有個下限 那我們知道看最大值是多少 我們底下看M的最大值是多少 跟最小值是多少 這樣會了嗎 那我們來看 我們假設存在一個M的最小值 那 假設這是M的最小值 它最後它應該是 為什麼 我問你們 為什麼它是這樣子 為什麼存在一個M的最小值 換句話 如果這不等於L 會發生什麼情形 對 一直往下降 對 這樣清楚嗎 跟我們討論那個 簡學運動情形一樣 就是說如果沒有一個最小 它一直會 如果這不等於L 如果這不等於L 它一直怎麼樣 就一直往下降 就它不是最小的 這樣會了嗎 OK 那 我們用這個關係 然後我們看這個 我們就知道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個積分 我這邊順便提醒 你們事實上用的都是Delock Notation 那你們知道 事實上是這樣用的 事實上用Delock Notation 不過 我用積分的話比較 那你們知道 這個Notation 只是這積分的怎麼樣 這積分的簡寫 會了嗎 這積分的簡寫 那我用積分來講比較清楚 那你們事實上用這個符號 那你們應該知道 事實上符號就是這個 這樣會了嗎 OK 那我們看 我們把L的平方帶進去 那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是這個式子 這樣會了嗎 這個式子 然後你把這個 把這個右邊這個放到左邊去 那我們看得到什麼結論 我們看第一項 就是 對不對 那我們看 這個 這等於多少 在這裡 對 這等於0 是不是 那我們把 這次是規劃 規劃的話 這次基本是1 所以我們就得到什麼 我們就得到 H bar平方 是不是 減的 那我們知道 上面這個 L平方做那麼大 它是什麼 L 這個 對不對 這個要怎麼樣 這個要等於這 對不對 所以告訴我們 就說 L乘3 L加1 等於 那個 M最極小值 也好 是不是 這個我們可以寫成這樣子 還繼續 我剛剛曾經用過這個意思 可以這樣寫 負的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隨便告訴我們 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什麼 負的 對不對 這告訴我們什麼 M最小值等多少 等負的L 這樣可以了嗎 所以我們得了 M的極小值 就最小的M 對一個特定的L M的最小值是負L 那我們換另外一個 最大值 因為它也存在最大值了 因為如果沒有最大值 會怎麼樣 如果這不等於0的話 會怎麼樣 一直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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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是 レジンオプレート 如果這不等於0的話 表示說 還存在一個什麼 存在M plus加1 所以它就不是怎麼樣 就不是最大的 這樣會了嗎 我再講一次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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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レジンオプレート 作用作 它不等於0的話 表示說 存在一個什麼 存在M plus 加什麼 加1的 那如果有一個 存在M plus加1的 它是不是最大的 就不是最大了 有沒有問題 跟剛剛 負的那個 最小值的那個情形一樣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得到這個 這樣會嗎 所以這邊就變成正了 對不對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結論 告訴我們說 M的最大值 等於L 所以從這 我們從這結論 從這結論 就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 有關角動量 有關角動量它的量子化的現象 你們先把它抄下來 然後我再把 我們所看 這邊所得到 我們先把它 我們把它歸納再 歸納成一個很簡單 一個那個 一個 一個規則 好 那我把最後結論 寫在這邊 好 我把它總結 把那個總結 寫在這邊 這是第一個 這是 如果平方 對不對 如果平方 我們作用到 這個狀態 就是它的 L平方 eigenvalue 是這個 然後Lz 對不對 那 然後M是整 對不對 然後L 這是我們 從 我們得到 一些 特性 我把它歸納在這裡 對起來 把它整理在這裡 那對M呢 M就是說 對一個特定的L值 特定的L值 對不對 M的值是什麼樣 從負L 最小是負L 最大是L 然後中間怎麼跳 中間是間隔1 這加1 加2一直怎麼樣 叫最大加到L 這樣可以嗎 OK 你一聲有什麼問題 你說最像 你說最像 你有講嗎 我看看 這是我們原先 那個 eigenvalue 寫成這樣子 哪一個 先講說 是浪打 是浪打 對 對 沒有錯 不過我們這邊 先倒過來講 我們知道 我們剛剛已經得到這個結婚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M是什麼值 我們在這裡 然後我們有這個 告訴我們要怎麼樣 L必須什麼 L必須整數 而且要怎麼樣 L大於0 因為我們重新證明 我們重新證明就是這個 其實這個 我們重新證明這個 我把它寫 我再把它寫下來 我們不是證明這個嗎 對不對 那證明這個 表示什麼樣 L乘上L加1 對不對 那這告訴我們必須要怎麼樣 L必須要怎麼樣 L也可以小等 小一點 但是 不是 就這個式子來說 就這個式子來說 L也可以小等 因為你把它換一個符號 把它換一個符號 也可以 但我們通常都這樣取的 我們取L大於0 然後M才是這個值 你也可以取L小於0 L小於0 這個都要全部倒過來 但我們現在都取L大於0 這樣會了嗎 知道我講的意思沒有 我這樣寫 我們取L大於0 大於0 還有問題沒有 那以後 這是軌道交動量 那因為M是整數 因為M是整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 所以這邊M是整數 我現在跟你們比較 你們比較知道 以後我們會有這個情形的 電子的自選 電子的自選 電子的自選是1 2分之1的 相當於這邊L 2分之1的 電子自選 對 那M 那電子的 電子自選的Z方向的 我寫一個 我把 我寫下來 電子的情形是 它是等於1 2分之1 我們以後會講 那我現在 再告訴你它的規則 怎麼樣 怎麼樣用這些結論 如果L等 L如果是等2分之1H bar的話 M要等多少 一樣啊 最小是多少 最小是1 2分之1啊 那再過來呢 加1嘛 加1嘛 加1變成多少 就只有這兩個 就用這個規則啊 這是1 2分之1的話 加1變成多少 加1變成1 2分之1 2分之1是最大的 所以只有這兩個 那電子這個 這個結論怎麼來的呢 就是這個來的 就變成這樣子 我把它寫在這邊 我寫在這邊 電子 這是電子這個情形 這樣清楚嗎 好 我講這些 只要讓你們知道 比較說 我們從 commutation relation 做出發點 這樣清楚沒有 從 commutation relation 做出發點 我們又得到什麼樣 我們得到相同結論 那 所以 X平方是多少 我們看 X平方等多少 把L換成2分之1 等多少 2分之1 乘上2分之1加1 等多少 我還有H平方 等多少 等4分之3 那 M呢 MS呢 MS就我們剛剛這個規則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結論都從什麼 從什麼地方來 從這個來的 這樣清楚嗎 所以我一直在跟你們強調 那個 commutation relation 重要性在這裡 所以要 我這邊在提醒 這個要記住 這個關心事要記住 非常清楚嗎 因為我們所有這些結論 我們這些結論 都是從那個 都是以這個做什麼樣 以這個做出發點的 聽著沒有 OK 這以後我們會到 下學區就會談到自選 但自選沒有這個 自選沒有這一部分 我們就直接從這裡做出發點 這樣會的嗎 因為電子 因為電子沒辦法 用扣凡數來敘述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好